大家好 我是你忙回喵哥 由于现在油价一直在8块多高位 大家每次去加油都很露腾 所以有朋友让喵哥给大家聊聊 我们跑高速的时候 什么速度下是最省油的 关于这一点我自己做过测试也是深油体验 因为每一台车子它都有它的经济时速 内栏机跟我们现在混动的车子 跟电池它区别很大 混动车子电池它们在低速区间 它们非常经济 但是内栏机恰恰先访 经济区间是先对比较高的速度 基本上绝大多数的车子经济时速都在60至90公里 所以说跑高速的时候 如果说你能够按照你车子的经济时速去跑的话 得到的油耗是最低的 就像我自己那台2.4自吸的SUV 我自己按经济时速大概在10公里的时速去跑的话 得到了最低油耗百公里是6个油的样子 觉得还算是可以的油耗了 因为毕竟我平时的油耗是在12到13个油 也就是说经济时速下的油耗实际上不到你平时油耗的一半 但是并不是说每一台车子 你的经济时速都是像我那次这样 大概在90公里左右 因为经济时速跟你车子的整体标定 你的发动机功率 变速箱都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它有一个普遍规律就是 一般来说车子的功率比较大 90这个区间之内 那么我们自己怎么去制造自己车子的经济时速呢 其实你跑高速的时候 在选择路况比较好比较平直的时候呢 你可以自己这个稍微测试一下 在车子不多的情况 不阻挡别人通行的情况下 你走在这个第二车道或者这个第三车道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在70 80 90区间 稍微自己按照比较匀速的方式啊 踩油门 然后你自己去看一下 就是你的车子这个时候发生机的噪音最小 而且车子的转速它是这个比较低 而且转速很平稳 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估摸出你车子的这个经济时速 而且呢 有些车子呢 是在这个顺时油耗条显示的 这个时候 你再结合你的顺时油耗条观察 如果在这个速度下 你的这个顺时油耗条 它这个已经达到非常低了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 你车子的这个经济时速 就会在这个速度了 当然除此之外呢 由于我们现在这个低速巡航 已经这个非常普及了 所以有些朋友要担心 就是我如果用定时巡航的话 和我自己这个踩油门 到底这个哪个更紧油呢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绝大多数这个情况 你要不用说这个自己经验很丰富 你的脚是那种环境右脚 基本上定时巡航 所能得到的这个油耗 甚至比你自己踩油门是会并低些 因为它更匀速 它的这个喷油量控制的更好 当然如果是你车子那种定速巡航 甚至就是你的车子已经很老了 甚至早些年那种定速巡航 由于它的这个设定逻辑 这个并没有那么优秀 所以可能它的这个喷油量 会比你自己它这个踩油门的话 它甚至会多一点点 但是呢 绝大多数近几年的车子 定速巡航 比你自己这个环境右脚 其实油耗会控制的更好 最后呢 我要给提醒大家 虽然说这个经济时速 确实很省油 但是你跑高速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味的为了省油 让你自己成了这个移动路障 跑个这个70 80 跑到第一车道 阻挡别人通行 那就得不偿失了 而且你自己也不安全 最后我还要提醒大家 在高速上面 其实超速不仅危险 而且很费油 因为你的车子 时速上了100之后 绝大多数的车子 已经是不再是 比较经济的时速了 而且到了100 110 120 130 又往后面走 你的这个油耗 是成这个指数倍的 往上面增 所以呢 你要是顶着高速的 最高限速跑 甚至超过最高限速 跑到了这个130 虽然没有处罚 但是油耗也不经济 你自己也不安全 这也是得不偿失的 建议大家 严格遵循限速跑 好了 以上呢 就是这个描歌 根据这些经验 给大家总结的 我们高速上面 跑什么速度 是比较省油的 但是记住一点 省油很重要 安全更重要 我们下车的